我們現在要來介紹的是 公差分析 那首先我們先在檔案裡面 教出一個已經製作好的晶片組 然後來做一個公差的分析 那公差分析我們在 這邊的這個選項裡面 我們可以輸入一些 公差分析的 分析參數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使用它的一些內定的 分析參數使用的一個功能表 那這邊包括了有 半徑的偏差多少個mm 然後還有它的厚度的偏差 還有它的 Y方向的偏差 X方向的偏差 然後還有它的角度的偏差 角度我們使用角度的度數 然後輸入它的偏差值之後 輸入我們想要的偏差值之後 按一下OK 然後電腦就會將這些的 的一個 的一個 參數 然後自動幫我們做一個輸入的動作 那我們接下來在 Dubes裡面的公差分析這邊 我們可以做一個公差分析的一個動作 然後我們選擇進軸的一個方式做分析 然後我們點選這個 然後按下OK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做一個公差分析的一個動作 然後分析完使用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見這邊的一些數據 這邊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參數值代表的 嗯 東西 然後我們就可以 偏差多少之後 然後它的一些數值 最大最小 會有多少的誤差 就可以在這邊看到了 由ですね 中間